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那下半年的一個景氣展望的話 我個人目前來看還不是很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 包括中國大陸限電 那四川的一個限電的狀況 現階段我看到又要繼續延四天 當然隨著時間進入到九月份的時候 氣溫可能會慢慢逐漸下降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到中秋節了 但是以目前現階段來看的話 我們先視為短期的一個限電狀況 那這個限電狀況如果再持續下去的話 對產業鏈一定會造成一個重大影響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一則一洗一則一優 洗的是去庫存 原本電子的庫存其實相對的比較高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去庫存的部分的話可以消化一些 但問題來了 之後的生產 我到底要增加生產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我只是要去庫存而已 所以其實對後續的一個前景來講 它事實上是相對沒有那麼樂觀的 所以這個地方恐怕就是投資人在操作上面 還是要注意到整個景氣的變化 那可能要到第四季之後再來觀察 9月份生息的一個狀況 公佈出來的一個新的CPI才可以做這個後續的一個判斷 目前年會來看的話影響性應該是不大 不然美股不會在這兩天就提前做反應了 那但是我認為是在9月份 也就是9月份的時候 生息兩碼跟生息三碼雖然差異嘛 這個差異性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是市場的一個所謂的樂觀跟悲觀的一個預期 像大家如果說 現在在年會放出來的訊息是生息三碼 但實際上是生息兩碼 這個會激勵上漲 但是如果說 年會放出來的是比較樂觀的一個訊息 但是後來生息三碼 那恐怕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個就是市場的情緒的樂觀跟悲觀 它會造成股市的一個上漲上下跌 但是我剛剛說 整個台北股市跟美股目前還是反彈架構 所以這邊短期來講的話 我認為還是題材性 以最近比較強的是在生息族群 生息一直都是很強的 那假設大盤不穩定的話 因為生息族群它的一個股本比較小 當大盤不穩定 股本小的股票相對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生息族群可以注意 只是生息族群漲多的話 其實也是要注意到短線最高的風險 那第二個是iPhone14的部分的話 在9月7號也要開始陸續發表了 所以平概股的題材 這個部分我認為可以去注意了 另外一個就是缺電概念 缺電概念的股票的話 其實我認為它一直都是存在 即使進入到冬天的時候 也會有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缺電概念的部分的話也可以注意 那最後一個就是車用電子 我覺得車用電子 像今天2497的一粒電 就直接供上漲領版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車用電子我認為相關的題材注意 只是車用電子要注意到一個就是 如果四川的限電它是持續的 那因為在這個四川的地區 其實是鋰電池的大中生產製造的一個廠商都在那邊 那如果限電再持續的話 對於這個電動車的電池概念會造成影響 那這個是不是會後續影響到車用電子 這個必須要注意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車用電子還算蠻強的 所以這個族群 這幾個族群其實短線上面都還可以注意的 其實避掉族群第一個就是長多的 再來就是時間進入到九月份的 公佈八月份的營收 我覺得還是看營收會影響到 大概就是不要追高跟營收的部分 那至於族群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會肋骨輪動 其實主要是在大盤部分 大盤如果真的就開始回檔了 其實各個族群可能都會受影響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在於 接下來的九月份營收 要去注意到 你所佈局的公司 是不是產生衰退的狀況 如果會的話 利用長高 其實也可以做獲利賣出的動作 現在是否在因素 你會不會有病肉 一頭吼 每日就沒有 那就讓人哪來 你會有病人 rather 你會不會有病人 你會不會有病人